来于女宫庙里熟门熟路 谁没想到竟然是名窃贼 搬来塑胶椅身手就拔走 身相前牌子 庙里晃了几圈 又把牌子查回原位故弄玄虚 其实她早就摸走 身相前价值2000多的银币 行窃手法熟猎 原来她已经是贯妾 这个月12号也被拍到 出没苗栗竹南中港瓷玉沟 长发断裤 挡着心中的面 大喇喇绕到神桌旁 偷走神明身上的金牌 应该是五千块吧 如果主要奉献的 今年要奉献的 不太死了 北岳西族的门口 才会做这种事情 窃贼心切瞬间 金牌还反射出闪光 光天化日之下 把歪脑筋冻到神明身上 实在太嚣张 有可能她缺钱了 因为金子现在夏天高 神明会除了 我不想到后代的子孙 警方已经锁定一名流姓冠妾 通知她道案说明 案情厘清后 将一切到罪 喊颂侦败 记者王志文 曹廷涵 下一条报道 我是哈远怡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义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 两千三百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怡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好